今天7月14號 星期四下午的5點鐘 記者跑到了百年老店 金春發流露店 金春發流露店 他們曾經獲得台北國際流露面積的30大好店 但是記者今天點了一個流露炒飯 帶給我們辛苦的大夜班老師子音 帶給我們辛苦大夜班老師子音老師 我們帶給他吃 這邊的流露炒飯隨便一下都要 以兩百塊以上起跳 如果說加個流雜湯 最起碼要四百塊左右 四百塊左右 一個人份就要吃四百塊 這也是非常貴的 但是我們偶爾吃一室 偶爾吃一室非常的品嘗這家百年老店 金春發流露店 開了相當久 有一百年的歷史 記者葉光榮 在金春發流露店的報導